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大家好 我是张雨剑 我演了一个明星 那个时候 我看见歌也不怎么说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一个人 张老师也是那种比较酷 比较冷 比较冷面那种 他塑造这个节色 跟你来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没红过 不知道眼红的该怎么演 兄弟 你为什么装得如此的俊俏 问你不是 你说我能红吗 后来我发现 他不是那样的 那他现在是怎样的 现在就是 不是 特别的逗 等一下 白白 那前面是陪俗 就是只要有他在 就会有欢声笑语 诶 干嘛呢 放开 别放 有戏的 哇 难过我呢 俊涵 你别说了 对不对 大家都说你猜吻西特别厉害 都比有经验 你猜吻西之前都会做些什么准备 啊 问你什么事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问这个问题干啥 到底会做什么准备啊 吃黄糖 没有 还有呢 没有 哦 闲暇的时候会跟大家一起玩游戏吗 嗯 很偶尔 我们生活中其实特别喜欢EV1 没事的时候我就会跟健哥我们俩solo 你觉得谁比较厉害一点 他是我啦 嘿嘿嘿嘿 我我称我自己为新公馆第一貂蝉 嗯 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没开过跑车 我发现 跑车真的挺快的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张老师就是那种 呃 闷骚 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明 不是 我是热情 他是 闷嘘 所以啊 拍这个戏的时候特别热的 感觉特别深刻的印象 因为夏天嘛 然后在棚里也没有办法开空调 一二三 然后就见戏的时候能吹一下 我洗一下 我和薛瑶诺可能拥抱的戏 胳膊接触到胳膊 就会有一种 黏在一起的感觉 有一场戏我记得 我觉得我腿毛都被拔掉了好几根 你要录是不是 像战争戏 生活中的剑哥其实挺体贴的 就像大哥一样 然后呢 也很有意思 很逗 很幽默 天敌一杀青了 要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不熟 他会说啥 有啥好说的 赶快走吧 这部剧非常好看 一定要看 顺便 rei 你 我